HELLO 大家好 TaiFu要來這次的莫蘭復刻 那莫蘭復刻多了兩艘新船 一個是E13還有一個是靈骨 那他們性能如何我們上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E13 E13第一個技能就是他擠達戰場的時候 會10秒間讓我們後排主力有增傷10%的這個效果 顧名思義他就是要手動 等你後排吞了一堆飛機或主砲的時候 再把他召喚出來 對於後排的增傷10%是有比較明顯的一個幫助 再來第二個技能就是增加自己的潛行力 也就是氧氣值增加40 這應該是所有日本的潛水體面加最多氧氣值的 所以他自身的氧氣值其實還蠻高 所以水下活動能力還蠻長的 有機會可以打出這個三輪的魚雷 那裝備方面呢以後可以選這個彼得雷 因為他的攻速還有傷害都很高 那如果沒有的話一樣用我們常用的這個鐵血的這個磁雷 就夠了 那水上技的部分呢未來會有兌換這個氫藍 氫藍的傷害比較好 那如果還沒有的話你可以使用瑞雲做電打 因為氫藍的這個傷害是1600磅的爆彈 所以比500磅還要痛很多 不過一場戰鬥大概你只能放一次啦 因為30秒才放一次 那他水下活動的時間也不會超過30秒 那設備方面一樣就是氧氣管帶上我們的這個彩雷 蠻基本的 整體而言這隻角色呢 其實比較偏像是輔助類型的 然後他是帶這個瑞雲 其實傷害面算是蠻廣的 只不過他沒有帶任何的這個輸出技能 所以跟其他的日本潛水艇比起來 他自身的輸出不是這麼高 他反而是輔助輸出的能力是比較好的 所以你後排要帶滿的話 他的這個手動召喚的功能才會比較好 所以就輸出方面他不算是一線角啦 那比起其他的日本潛水艇 他算是比較偏輔助面的一艘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零鼓 零鼓第一個攻擊技能呢就是 楚砲8回命中的時候會增加自身的火力還有裝填 那最多疊三層 那疊完三層之後呢全彈發射的這個技能也會改變 會增加多了幾個徹甲彈的這個彈種 其實這個技能標準就是 你要疊得夠快 主砲命中 只要子彈 不管是打到敵人或打在盾上面 都有算是命中 都算是有效命中 所以盡量能夠選這個主砲 彈數快的 這樣子 比較快可以疊完他的這個技能 那第二個技能呢 徹甲彈反應 所以只要受到徹甲彈的這個傷害都有可以減傷 基本上現在比較少說會被徹甲彈打到 所以這個減傷的幅度其實不是這麼泛用 打boss可能還有可以用得到 那一般在打盜中敵人可能不是這麼多 盜中敵人其實蠻多都是普通彈或是流彈的 那他是重巡 他卻可以使用這個 清巡的這個主砲 所以蠻特殊的 那配合他我剛剛講的 需要大量的這個主砲 彈數 所以使用客跌砲呢 來疊他的這個技能是比較好的 那未來也有一個法國二旗會增加的新的這個清巡砲 他是直接射6枚 6顆子彈數的 所以單位子彈數量會非常的高 如果未來有機會拿到二旗 這個法國二旗的這個 清巡砲的話 可以把它換上去 那魚雷的部分呢 還蠻可惜的 他雖然是重雷巡 可是魚雷的效率 不是很好 他自身的魚雷屬性面板也不是很好 所以就加減用了 對攻方面可以選擇加命中的伯伏斯 這樣子應該都還可以 生存就是一樣 油壓墮加我們的維修 整體而來 他其實算輸出也不是上位 那生存方面其實也不是這麼厲害 大概可以當作個副坦 所以大概就是 基於不上不下的一個位置 大概都是二線角或是三線角 屬於用愛發電的 如果你對於這個 黑絲的 JK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它練起來 本次默然復刻 其實也沒有增加太多的新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兩隻新角色 唯一有新增的可能就是 你打活動的時候 可以用自動周回了 讓你的這個精神壓力 不會那麼 乾的壓力不會那麼的 嚴重 那 之前還沒有造完的 尤其是艙門 艙門還沒造好的 沒有拿到手的 請務必 拿到手 那至於其他角色 說實上不算是 一線角 非造不可的 如果沒有必要的話 你其實可以繼續漲草 沒關係 打撈的部分 你可以去D2 其實也沒這麼好撈的 就大概去D2 撈個江峰 或是這個 椅牙 撈分數 分數夠了 差不多就可以繼續漲草了 複刻就是讓你漲草用的 那漲草是為了迎接下一次的 新活動 不容易有漲草的機會 那這次 就好好的 把草漲起來吧 好啦 那今天的講解 大家到這邊 那我是小朋友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